大家好,我是豪风 说到郑爽和赵恒 大家也是非常的了解 可是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撕破脸呢 从郑爽之前谈的恋爱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内幕 那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块去聊解一下 郑爽和张恒之间的那些事情 我们就不用过多去解释什么了吧 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 那就是张恒和郑爽是彻底撕破脸了 张恒也算是投铁的人 留了一手 把郑爽直接给拉下了水 估计如今的郑爽 绝对后悔当初和张恒撕破脸了 可问题也就来了 为什么郑爽会和张恒彻底撕破脸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郑爽之前和胡彦斌 以及张恒之间的恋情就知道了 郑爽的为人不怎么坏 但大家也别指望人家有多好了 我们都知道 郑爽和张恒是一对曾经的金童玉女 两人因为一部电视剧而走到一起 本以为两人会越来越好 可没想到后来却分到扬镳了 对此 大家是如何看待郑爽的三段恋情的呢 欢迎大家进行关注留言评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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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